我害怕当众说话,害怕与老师相处,怎么办? 细语谈社交焦虑和羞怯 提问 细语老师,最近看了许多年的视频,感觉终于找到了我以前想要找的东西 我有一个长期折磨我的困扰,我害怕与老师相处,害怕在公共场合说话 这种恐惧伴随着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痛苦非亲身经历着不能体会 自从我初一起就频繁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且一直到大学,这种想法从未减少过 今年我考上了研究生,可与导师相处还是会让我感到害怕和痛苦 一想到以后的研究生生活,要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我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请问我该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 细语答 你是一个极其内向的孩子,很日本人的耻感 怕给人填麻烦,怕被关注后得到负面的评价,畏惧权威 长期处在一种想要呼救,又怕被拒绝,想要被看见,又怕被看见的矛盾自我状态 你的内心中渴望被肯定,渴望被关注,又怕成为众矢之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需要真诚地面对自己,梳理这一状态形成的根源 你对权威的抵触或许来自家庭中的长辈男性,或是幼儿园、小学时的心理阴影 因为你给出的资料太少,很难做出具体的分析 你现在还在象牙塔里,这两年是你自愈的大好机会 不然毕业后,就业时社会的氛围、婚恋的魔力都会是更大的挑战 会让你更深刻地感受到被体系贬低的压力 总体来说,你的问题是,内在自我价值的定位缺失 太容易被外力左右自我价值的评估,匮乏自我认知的稳定性 在职业心理医疗的过程中,是通过回溯,揭开伤疤 帮助求助者理解内在问题的成因,正是当时的所谓强权 理解那一过程中对方的心理扭曲与认知局限 并且谅解对方粗鲁的方式方法 最后,让现在的自己去帮助童年的自己 重塑另一种自己渴望体验的如果 并跟随那个平行世界中的自我 完成成长的过程 置换当下的底层潜意识 给那个不自信的自己断水断电断煤气 然后让强壮健康的自己入住当今 现实中,你应该逐步锻炼自己在群体内发声发言的能力 在小广场上自顾自地唱歌,跳跃,奔跑 要理解他人的评价,不同的声音,权威的压力 都是不同认知角度上的某个意识性的参考 逐步稳定自我价值 完善自我评估能力 常见的病态恐惧亚行细分与原因 恐惧 是指人或动物面对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 自己厌恶的事物等产生的出于惊慌与紧急的状态 伴随恐惧而来的是心率改变,血压升高,倒汗,颤抖等生理上的应急反应 有时甚至发生心波停止,休克等更强烈的生理反应 一个突然的强烈的恐惧可能会导致猝死 常见的病态恐惧是长期的持续的一种心理状态 与一过性的惊吓不同 其中最常见的分形亚行包括有 童年型 学校恐惧症 又称校园恐惧症、拒学症或拒学症 为一种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是离别焦虑障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拒学症如同聚高症、幽臂恐惧症等 把恐惧的症状视为一种精神观能症 拒学症的症状主要为 对学校莫名的恐惧、焦虑以及排斥 可能犯随许多生理反应 如恶心、呕吐、头晕、腹泻、胃痛、喉咙痛、气喘以及昏厥等 如果他们留在家中不去学校 症状可能会消失 但第二天要去学校之前 症状可能再度发生 但是离开学校越久将越难返回学校 他们可能出现长期缺课、逃学 以及无法上课等现象 他们很可能同时具有焦虑症、忧郁症或恐慌症等精神观能症 青少年期 社交孤立 或做社交隔离、社会孤立、社会隔离 指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完全或是接近完全缺乏联系的状态 社交孤立与孤独感不同 孤独只是人的一种短暂性的缺乏连结 社交孤立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的个体上 不过不同年龄族群可能有不同的症状 社交孤立有可能是暂时的期间性的状态 或是终其一生不断发生的循环 这两种情况下的特征皆是相似的 社交孤立的所有形态都可以包括长期的待在家中 且没有与家人、熟人或朋友联系 或是在有机会与人接触时 故意避免任何与人的接触 其因是被小社团群体嘲笑、攻击、贬低 压制 错失恐惧症 也称社群恐慌症等 是指一种由患得患失所产生持续性的焦虑 得上这种症的人总会感到别人在自己不在时 经历了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社会焦虑表现为持续地想要与他人在一起干所有的事情 至始至终保持密切的联系 同时 它也被定义为一种对后悔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使得患者情不自禁地陷入到 对错失结交社会关系 获取新奇经历、投资机遇或是其他好事的忧虑之中 换言之 当患者一旦沉浸于自我想象的事件中 就会变得失常与情绪化 这种焦虑会不断地被自我强化 让患者感觉自己对于如何安排时间的决定永远是错的 获得自己与他人的关联感是一种合理的精神需求 并且这种需求还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健康 在自我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下 错失恐惧症可被认为 是人们因为在当前或者长期感受到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时 产生的一种自我失衡状态 随着技术的层出不穷 人们的社交和沟通经历 已经由以往的面对面相处发展到线上 诸如移动电话 智能手机之类的现代科技 和例如Facebook Twitter的社交网络服务 让关注社交的门槛大倍降低 但在另一方面 这些由前者借导的交流 持续性增强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 一个人在心理上依赖于保持在线 可能导致当这个人不在线 未连线时感到失去了什么的恐惧 或者甚至于导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情况 即对网络有超出一般需求的依赖 事故 由于这样的焦虑 可能导致人们的负面情绪和抑郁感受 措施恐惧症被认知为 会对人的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 某些女性在青春期恋爱时 会要求对象保持秒回的关注 持续地在线后命 做到随教随到的状态 不然就没有安全感 产生焦虑 开始情绪化地递进强化偏执思维 中青年期 社交恐惧症又名社会焦虑症 人群恐惧症 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 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疾病 患者对于在陌生人面前 或可能被别人仔细观察的社交或表演场合 有一种显著且持久的恐惧 害怕自己的行为或紧张的表现 会引起羞辱或难堪 有些患者对参加聚会 打电话 到商店购物 或询问权威人士都感到困难 在心理学上被诊断为 社交焦虑失邪症 是焦虑症的一种 焦虑症或称焦急症和焦急障碍 是明显感觉焦虑和恐惧感的 一种精神疾病 焦虑 是对未来事件的担心 恐惧 则是对当前事件的反应 这些感觉可能会导致身体症状 如心跳过速和颤抖 以下为常见的焦虑症 广泛性焦虑症 特异性恐惧症 社交焦虑症 分离焦虑症 广场恐惧症 恐慌症和选择性结末症 焦虑症会由造成症状的原因来区分 人们往往有不止一种的焦虑症 遗传与环境都可能是造成导致焦虑的原因 孩童时期遭受虐待 家族有精神病史 以及贫穷 都有可能是焦虑症的危险因子 焦虑症常常和其他精神疾病一同发生 像是重性抑郁障碍 人格异常或是成瘾症 要诊断焦虑症 至少需要六个月的临床观察 在特定状况导致抑郁常人的过度焦虑 并影响正常生活 另外 甲状腺功能抗净症 心脏病 使用咖啡因 试酒 滥用大麻 或是处于乐界某些药物的状态 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焦虑症的症状 焦虑症如果不进行心理认知复健治疗 一般不会自行复原 治疗方法包含改变生活形态 寻求心理治疗 童年认知重建 自我价值评估训练 家庭成员和解 以及药物控制配合认知行为疗法 可改善症状的药物则包含抗抑郁药 抗焦虑药 对人恐惧症 精神类疾病的一种 因为在他人面前失败过 在人前害怕出现症状 并且在他人眼前感到极度紧张 被此折磨着 常见于清晨期 轻度可以自然痊愈 这可能会慢性化地出发 社交恐惧症 恐慌症 日本特有的文化依存症候群 海外也就直接以日语发音称为TKS 不过在世界各地广泛地称呼为 社交恐惧症 比较轻度的病症是 阿嘎里症 一般把折居足的症状等 甚至到了对社会生活有障碍 这般重度的叫做对人恐怖症 但是没有严格的区分定义 本质上是一样的 因此在本条目中 是作为一样的症状来对待的 选择性肩默症 是一种社交焦虑症 患者有正常说话的能力 但在特定情境下 就是说不出口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把选择性肩默症描述为 儿童的罕见心理失调 患有症症的儿童和成人 能正常说话和理解语言 但在某些社交场合却无法说话 他们其他的行为和学习能力都正常 尽管他们不愿意参与团体活动 这就像是极端的害羞 但是症状的程度与保持时间 显然与害羞相依 譬如一个小孩在学校里完全静默 在家中却能自由说话 不过如有陌生人在场 可能又令小孩静默 语言治疗师会在医院或诊所诊治 选择性肩默症 而有时候选择性肩默症 是广泛性发展障碍或精神障碍的症状 选择性肩默症常会误诊为 自闭症或亚斯伯格症候群 尤其是当患者在心理学家面前 表现得特别退缩的情况下 从而可能使患者接受错误的治疗方法 此证原先的英文名为Elective Mutism 凸显出对此证的普遍误解 甚至心理学家也不例外 误以为患者自己决定在某些场合接默 但实际上是他们的极度焦虑 迫使他们接默 即使想说话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为了表示其非自愿性 1994年 其英文名从带有自愿含义的旧名 改为中性的Selective Mutism 阿斯伯格综合征 简称AS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PDD中的一种综合征 属于自闭症普系障碍ASD 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 同时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 但相较于其他自闭症普系 仍相对保有语言及认知的发展 患者经常出现肢体笨拙 和语言表达方式异常等状况 偶尔会发出怪声音 但并不作为诊断依据 其症状一般在两岁前出现 并伴随患者终生 回避性人格障碍 简称AVPD或APD 或译为未必行人格障碍 逃避行人格障碍 未惧行人格违常 属于人格障碍的一种 因为害怕在别人面前丢脸 此类患者经常选择 可独立完成工作的职业 以降低与人社交的机会 有些患者会幻想 与他人拥有完美 被爱和被别人接受的关系 不过因他们觉得 自己不值得拥有这些关系 所以并不主动去追求 他们只有在确信 不会被拒绝的情况下 才愿意与人建立关系 并只关注自己的缺点 经常贬低自我 ICD-10指出APD的特征包括 泛化的紧张感与忧虑 相信自己在社交上笨拙 没有吸引力或不如别人 在社交场合过分担心 会被人指责或拒绝 除非肯定受人欢迎 否则不肯与他人打交道 出于维护取底安全感的需要 在生活风格上有许多限制 由于担心批评 指责或拒绝 回避那些与人密切交往的 社交或职业活动 移民的故事